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近十几年来 中国太空探索一军突起 921工程和探月计划逐步产出成果 2007至今共成功实施五次探月任务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 2018年实现首次月球背面着陆 以及此次实现首次月球采样返回 早先的太空领域只有两位入场玩家 那就是美国和苏联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两国竞相登陆和探测月球 每一次领先都称为各自与竞争意识形态胜利的标志 1980年代开始两国逐渐演其西谷 20年间没有实施过任何月球探测 而现如今的太空探索赛道 加入了中国这位选手 那这三国之间分别处于怎样的地位 在太空探索领域都有哪些侧重点呢 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 早在2016年 中国就公布了一份航天白皮书 其中展现了一个长远而雄心勃勃的计划 在2030年左右成为世界上的太空探测强国 包括探测火星 建立空间站 载人探索地月空间等一系列计划 美国国防部密涅瓦研究所分析师 南拉塔·戈斯瓦米对此表示 与冷战时期的地缘政治和太空政治不同 中国的太空计划超出单纯寻求身旺和地位的范围 在苏美争霸时期 太空竞赛真的是谁能先到那里 谁就是强者 这关乎着美国与苏联的大国身旺与地位 所以在当时进行的探月计划中 创下了非常多的第一次 比如第一次载人航天 第一次绕月 第一次登月 所以相比之下 中国目前的航天并未突破美苏在半个世纪前的成就 但尽管如此 中国的太月研发却显得更加实用派 中国目前注重太空太阳能技术研发 开采利用月球背面资源 探测小行星资源都能为中国自身的发展带来实际好处 从这个角度来看 中国与当时的美苏两国 在对太空探索的目的上都大相径庭 而现如今 中美俄三国的太空竞争拼得不再是国际声望 而更多的是在玩抢地盘的游戏 目前 太空依然是无主之地 美苏争霸的年代 国际间确立了太空条约 推动了科技合作和非武器化等共识 但对于太空资源开采利用的规定依然模糊 中国探月工程总指挥叶培健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表示 宇宙就是个海洋 月亮就是钓鱼岛 火星就是黄岩岛 我们现在能去 我们不去 后人要怪我们 别人去了 别人站下来了 你再想去都去不了了 由此可见 中国对于太空探索的渴望与野心 不过 由于起步晚 所以现如今太空竞赛的格局 依旧没有被中国的突然闯入而被打破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美苏之间几乎所有太空计划 都受到国际声望 政治和意识形态对抗等因素的影响 因此 两国齐头并进的你追我赶 投入巨量的资金和人力 带来了人类历史上少有的科技集中爆发期 无可否认的是 中国虽然航天成绩斐然 但还未达到美国的高度 比如 中国还未实现载人登月和探测器登陆火星等 不过 随着中国在该领域的崛起 美国还是有所动作 早在2011年 美国国会通过一项法案阻止中国参与国际空间战 而有意思的是 嫦娥5号带着月球沿途样本返回后 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提问 中国是否会把月球样本分享给美国NASA 中国探月工程副总指挥吴彦华回答 中国愿意与志同道合的机构分享样本和数据 但是 美国国会2011年法案限制NASA与中国的合作 所以 能否合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自己 显然 中国现在已经有了反制美国的砝码与能力 但是 科研的进展离开不了大量经费的支持 目前从这个角度来看 中国想要追上美国也有很长的距离 2012年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五平透露 921工程自1992年实施以来 20年间 共花费约390亿人民币 相比之下 不仅美国2014年一年的投入 80亿美元左右 此后 中国航天总投入没有公开数字 但多家美国机构估计 近年来 中国每年投入在20亿美元左右 依然只有美国的十分之一左右 2019年NASA预算215亿美元 在小编看来 世界各大强国对于太空的探索 除了对自身国力 与在国际社会中的话语权有所提升之外 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就是造福人类 地球的资源早晚有一天将会被我们消耗殆尽 届时 人类的新去处将会成为唯一的解决方案 而现如今 大家对于太空的探索 就像在为我们寻找第二个家 从这个角度来看 这场世界级竞赛 将会在未来带给我们新的希望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